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1月20日 周二晚上,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分组赛继续有好戏上演 其中,身处B组的叙利亚和日本将于沙地的击打一绝高下 两队在实力方面明显不在同一档次 而且,日本在大赛经验方面也是远胜叙利亚 在此等情况下,叙利亚金仗确实没有招架之力 叙利亚足球水准十分有限 他们过去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 球队不仅从来位在世界杯决赛周当中亮相 而且在亚洲杯当中亦从来未能在分组赛中突围 可见,他们更多时候是抱着志在参与的心态 另外,叙利亚镇中绝大部分球员都在本国联赛校里 他们的技术以及经验肯定无法与日本一众球星相提并论 双方纸面实力就存在极大差距 再者,由于受到国内局势影响 叙利亚亦失去了主场优势 他们金仗只能在沙地的极达迎战日本 这就导致了球队缺乏了很大一部分球迷的现场助威 而且中立场作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叙利亚的备战工作 更为糟糕的是,叙利亚过往面对日本 可谓难球一胜,兼且已输波居多 阵中球员恐怕心有余悸 此番再战实力与状态兼备的强敌日本 叙利亚只能打定输数 另一边乡,贵位亚洲顶级豪强的日本 如今显然是世界足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他们现实世界排名第18 是亚洲排名最高的队伍 球队实力之强可见一斑 此外,日本已经连续七届登上世界杯决赛周的大舞台 七千玄四次进入淘汰赛阶段 而在亚洲杯当中更是四次夺得冠军 球队大赛经验相当丰富 纵观日本这期大名单可以发现 多名旅欧名将悉数在列 由前野拓模、上田启士、九宝剑英、伊东淳野 以及南野拓石等人组成的中前场 堪称华丽 相信球队攻击群金杖肯定能给叙利亚后防线 施加巨大压力 而在分组赛首场比赛当中 日本就以5比0大潮缅甸 其中,前锋上田启士 更是在比赛中大演帽子戏法 状态极佳的他 金杖的表现依旧值得期待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现实处于各项赛事七连胜命运当中 期间步伐大胜德国的精彩演出 球队目前状态十分值得信赖 此番对阵 各方面都落于下风的叙利亚 日本有望轻松获胜 感谢您的收听 精彩赛事尽在M直播